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是温哥华时间11月12日 欢迎收看第二期的港湾播报 我是Jennifer 11月10日 卑诗省宣布从当天开始 再次实施为期两周的紧急状态令 除了自己小家庭的成员 紧急状态令禁止室内和室外的聚会 不过在制定了安全防疫计划下 人们可以举办丧礼 婚礼和宗教崇拜聚会 也允许餐厅和戏院继续开放 和今年春季第一波疫情所实施的紧急状态令相比 这一次的禁令应该说相对温和 但是SFU的传染病分析师Caroline Collins 根据模型预测 如果卑诗省希望大大降低病例 严控疫情发展 那么这次的禁令在11月23日到期后 必须再次延长 这位分析师还指出 不仅要延长禁令期限 而且还要加强禁令的力度 如果仍然保持众多工作场所的开放 那么这两周根本无法有效控制疫情 这样一来 在圣诞节假期过后不久 新冠病例仍会大幅上升 因此如果要让民众度过一个 安乐祥和的圣诞节假期 那么从现在开始 省政府必须要考虑延长紧急状态令 并且加大禁令力度 用这位分析师的话来说 大家需要回到3月的状态 从而使得新冠病例在圣诞节来临之前大幅降低 看起来 亨利博士得好好考虑一下了 加拿大独立企业联合会最近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 多伦多有70%的企业业主表示 他们已经没有足够的资金来帮助自己的企业 安然度过新的封锁时期 多伦多已禁止室内用餐 并规定晚上10点所有场所实施宵禁 健身馆最多可容纳食人 在曼尼托巴省 全省范围的疫情警报级别 已经提升至最高级别的红色 曼省的第二次封锁 今日凌晨已经生效 健身房 美发沙龙 赌场 以及所有提供非必要服务的企业必须关闭 杂货店和药房可以有条件开放 多伦多的一位餐厅老板Peter Caritino 告诉CTV新闻说 目前尚不清楚 他们并没有真正的计划 也无法给我们确定开放的日期 在温哥华一位名叫Ryan Diaz老板也告诉记者 他有一个11000平方英时的武术工作室 随着禁令的实施 他现在正考虑出售自己的住房 以支付武术工作室 每月高达28000加币的租金 CFIB总裁兼首席执行官 丹凯利周三对CTV新闻频道说 对许多公司而言 不得不长时间停业 对他们的影响将是致命的 CFIB在7月份发布了一份报告 估计有158000家中小企业 面临关闭的风险 而今天这个数字要高得多 凯利说 不仅多伦多 温哥华和曼省 很快加拿大的所有中小企业 都面临着再次遭受封锁链的打击 当然沃尔玛和Costco 这类大型超市不用担心 调查显示大量中小企业关门 令他们受益良多 新的性质令还与假日购物季节相吻合 在曼省非必要的零售业务 仅限于在线购物 路边提货和送货 现在消费者们倾向选择大型的超市货商场 因为他们有宽敞的过道 此外 在线购物也会激增 对众多中小企业主来说 本周二特朗多总理发出的消息令人失望 很显然 公众安全仍然是政府工作第一位的要务 接着才是重振经济 虽然自三月以来 联邦政府以为企业和个人花费了数十亿加币的补助 包括加拿大紧急工资补贴和加拿大紧急应变福利 但是第二波封锁已经开始让很多中小企业决定永久关门 10月份的这份调查说 已经有14%的企业决定申请破产 今天 根据CP24 News的报道 联邦军队刚刚发布了证词 这份证词是由部署到安省长期护理院 以控制疫情的军官向独立调查官做出的证言 这份证词指出 他们在第一波疫情发生时 被部署到了安省疫情严重的长期护理院 这些护理院的疫情最终得到了很好的控制 他们的经验是实行频繁的广泛的定期的检测 这是控制疫情的关键 如果做不到这一点 短短的两三周 疫情仍会爆炸式的增长 听起来很熟悉 是啊 今年6月 中国卫健委也是这么说的 温哥华市长甘乃迪周三表示 温哥华市已为最高防疫级别做好了准备 温哥华随时准备好了退回到春天时的封锁状态 让我们窝在家里 搬着手指头数一数新冠疫苗上市的日子吧 BC省卫生官员今天下午3点 举行全省最新疫情通报会 并公布全省最新疫情数据建模 省卫生官员刚刚宣布10日至11日新增536例 11日至今天12日新增594例 今天又创下单日新增最高纪录 之前为上周五的589例 省卫生当局也宣布这两天再有4人病逝 住院人数为155人 目前全省活跃病例为5793例 在过去几周中 BC省已经连续多天打破了单日新增病例记录 省政府于上周六对温哥华沿岸卫生区 和飞沙卫生区实施了新的卫生禁令措施 禁止社交聚会 也禁止跨区旅行 为期两周 一直到11月23日 本周二BC省报告了525例新的新冠病例 日增又超过了500例 BC省最后一次建模更新是在10月5日 尽管发生了第二波新冠疫情 但当时的建模预测 BC省民已经拉平疫情曲线 BC省限制室内聚会的新冠卫生命令 定于11月23日到期 SFU传染病件模式Caroline Collin预测 如果BC省希望减少病疫数 就必须延长这一期限 因此她预计省卫生当局 会延长这一特殊地区的卫生命令 否则BC省的病例仍会滚动上升 传染病件模式Caroline Collin认为 圣诞节是关键 鉴于自夏季以来 所有假期后的疫情发展 预计圣诞节后会出现上升 或大幅上升 省卫生当局 有可能考虑延长部分禁闭期 她也呼吁省民把生活 调整到疫情开始的3月份状态 减少不必要的出行 省府下一步的防疫措施 最终由省卫生官员 邦尼亨利博士决定 飞沙卫生区宣布三个长期护理院爆发新冠疫情 其中一家在兰里 另外两家在苏里 兰里Chartwell Landry Gardens一名居民 苏里Peace Portal老年人村一名居民 以及苏里Ellium村的The Harrison一名工作人员 均检测出新冠病毒呈阳性 飞沙卫生区也派出了快速响应团队 并且正在和居民和家庭进行沟通 另外北岸一个老年人社区中心警告 参加其健身计划 有人最近新冠检测呈阳性 西温于周二发布通知 该人于11月2日在老年人活动中心参加健身班 温哥华银安卫生当局已跟进事件 并开始密切联系人的追踪工作 目前活动中心仍然开放 但由于新的公共卫生令 禁止室内团体体育锻炼 西温社区中心已暂停了许多健身计划 在大温及其周边地区的几家杂货超市 和一家Shopers Drug Mart 地点证实有员工检测新冠证阳性 位于宿里的幸福堂奶茶店 10153 King George Boulevard Unit 5 确诊员工最后工作时间是 11月7日和8日的9点半am至1点半pm 这家奶茶店也宣布及时关店14天 进行深层清洁 直到25日才开放 位于兰里的Superstore 19851 Willie Brook Drive 感染员工最后一次工作时间是 11月6日 位于三角洲的Superstore 8195 Scott Road 三名员工确诊 最后工作时间是 11月1日 11月4日和11月6日 Whosell Club Benabi 5335 Kingsway 员工最后工作时间是 11月6日 Shopers Drug Market 位于苏里 120巴黎 Nordale Way 员工最后工作时间是 11月10日 Lobloss定期公开其旗下 加拿大各地商店暴露病毒的事件 菲莎卫生当局也使用真实数据作为势力 曝光超级传播的严重速度 总理特鲁多表示 美国当选总统拜登上台之后 加美两国关系有望重回正轨 特鲁多周三接受金融时报 Financial Times采访时表示 他与拜登在多边主义 环保和应对新冠大流行的方法等问题上 有许多共同看法 在拜登宣布赢得美国总统大选之后 特鲁多是第一位与他通电话的外国领导人 特鲁多说 我期待着与美国新一届政府合作 实际上无论是气候变化 还是反黑人种族主义 以及黑人的命也是命等议题 我们将会有更好的契合 在川普政府执政期间 加拿大和美国之间的关系紧张 双方为重新制定北美自由贸易协定 而进行艰苦的谈判 美国还对加拿大钢铁和铝征收关税 进一步加剧了两国之间的摩擦 当被问及对美国权力过度的看法时 特鲁多说 世界应该并且可以对美国的选举过程充满信心 如果美国大学目前的结果保持不变 即将卸任的总统将在明年1月20日离任 谈到川普 特鲁多说 在过去的四年中 我们得以续定最重要的贸易协定 北美自由贸易协定 并确保该协定得到更新及现代化 尽管美国总统有点不可预测和保护主义 他还表示 现在无论是谁当选 我的工作是与当选的人合作 受到疫情与圣诞节即将来临双重因素影响 Fedex建议顾客及早下单 网购产品 以确保商品能够在节日来临之时留寄到 今年在未来两个月 我们会看到人们对于整个配送网络空前依赖 Fedex主席Lisa Leeson说到 Lisa Leeson把11月12月两个月称为邮寄马拉松 因为这段时间人们会非常依赖赔送 从夏天开始 Fedex增加了超过2500名员工 以应对增多的需求量 Fedex的一份调查还显示 在表示自己从不网购的人中 有35%的人改变了想法 认为今年会使用网购 而还有45%的人表示 由于不确定是否还能假期旅行 他们准备改为给重要的人送礼物 除了Fedex Canada Post也提醒人们今年应称早下单 所以如果你也有订购假日礼物的打算 那就及早行动吧 避免因为下单晚而导致礼物 无法入期送达 以上就是今天港王播报的所有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点击屏幕右下方订阅我们的频道 同时也欢迎您点赞转发分享我们的视频 我们下期再见